喜欢手标和研究手标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 慢慢发觉自己追求工艺多于追求功能 而在这么多的工艺当中 手标的标面可以说是最明显 而且也是近年自己越来越有追求的一个地方和细节 唯一的问题是很多制作复杂的标面 手标的价钱一点都不便宜 今集逆时找到一只港币3000元以下 它拥有超美的标面也是自家机身的好推介 而这只手标有一个细节 如果我觉得做得好一点的话 这只标就近乎完美了 欢迎再次回到逆时Holivers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手上一只很漂亮的 Seiko Presage SSA-345J1 在讲这标有多漂亮之前先分享一些基本资料 手标的标径去到40.5mm 厚度是14.4mm 看数字其实也做得有点大 不过上手的感觉真的不错 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这标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是有日期显示 它没有做到日期枪 随而代之就是6点做了一个指针式的显示 另一方面虽然看上去不觉 但其实它做了一个动力储存的显示功能 在12点至4点这个位置 就做了一个41个钟的power reserve的indication 要上链就很简单 就这样把crown 顺时针 这样上去 你就会见到这个指针指去动力储存有多少个钟的位置 机身方面就用了一个4R57A的机身 这样就行21600转 每一天就行-20正40 坦白说就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机身 不过就胜在全自家制 加上你看到它rotor 的部分 都做一些流空的处理 然后转做金色 整体看上去不过不失 考虑价钱 其实就绝对比足够的东西 而手标的防水就去到50米 正装标来说就没有太大问题 说到标的重点 肯定就是标面 对于我来说 这一个也是seco presage 系列里面最大的一个卖点 它们的选择有很多 包括会有一些压纹 会有放射纹 会有机械雕花 甚至乎会有一些发浪标盘都有的 而这个系列里面主要分两个级别 包括就是basic line 价钱就两三千元起步 也有 而另一个就是prestige 视乎制作的复杂程度 贵的标可以去到四万多元 而今天看的手上这只SSA345J1 就是presage的basic line的产品 在香港的网站找不到 不过在carousel里面找到一只全身 其实两千五百元 都不用 这只标有另一个别名 就叫做expresso martini 原本我预期标面应该是啡色的 不过在不同的光线和角度情况之下 我觉得它也是灰色的感觉比较重 不过无论它是灰色也好 或者是expresso的颜色也好 我都认为标盘的处理真的做得很好 软体你以为它只是放射性的标盘 但只要看近一点 你就会感觉到它真的不简单 不简单的原因 第一就是 它细致的纹路真的做得很精致 而另一个原因 我就是觉得自己看来看去 都不是很理解它怎样做这个标盘出来 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我认为手标标面的处理真的很好 加上用这个价钱买得到我认为是超值的 而手标也都配一条质量很不错的皮带 加上就有一个接扣 用起上来其实十分之方便 配戴的感觉其实也是很舒适的 这个标的外表很棒 配搭一个都真的挺不错的自家製机身 加上价钱很吸引 应该是一个必买的选择 但是这个标对于我来说 也有一个挺严重的致命伤 就是它的镜面用的物料 就不是蓝宝石水晶面 它用的是Hutlex 隔着镜头 你可能未必即时感觉到两种分别 不过拿上手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会感觉到有不同 先知声明我不是不喜欢这种物料 因为Hutlex 虽然比蓝宝石水晶面比较容易花 但优点就是第一 没有那么容易碎 第二就是它比较轻身 某程度上 就令到戴镜戴得更舒服 用得更加放心 不过把这种物料放在这种标致命的原因 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就是 这种物料比我感觉更加像胶面 而那个穿透性 就比蓝宝石水晶面 感觉上低一点 对于我来说 是有些妨碍欣赏这个标盘的 第二就是 我认为这种物料 其实比较合适用 是一些坏旧味比较浓的手标 不过这种标给我的感觉 由耐到爱都是比较现代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少少的价格不入 当然我这样说 其实有少少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因为不可以忘记 这种标其实三千元都不用 各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只是认为 如果SEICO肯加一点制作成本 将这种物料都upgrade 做蓝宝石水晶面的话 我觉得这种标就完美了 今集介绍到这里 鼓励你们都将自己的想法 分享给各位标迷 而不惊不觉 逆时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年了 未来我们仍然都有很多 新的想法和计划 不过 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 看回数据 看逆时的朋友 只有30%有subscribe到我们 如果你真的喜欢逆时 又想支持我们的话 简单地按个subscribe 和like 就会帮助我们 可以继续做多些好的 content 顺便去到我们的description link 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那里我们会分享一些收藏家的珍藏 标戒动态 和我们一些制作幕后花水 再一次充心地多谢你们支持益时 我们下次见 看看你们 你在看的逆时 All the words